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了命 死里逃生 那你现在以这种态度来维权 是不是可以理解 就算是不可以理解 那是不是你可以研究一下 特斯拉这个公关特色是什么样 特斯拉说话得不得体 是不是善解人意 怎么看待当地警方把人给抓了 把人给抓了这事 这事有人 我有个朋友 我有个朋友姓张 我不说他是谁了 谁都知道他 他说这事你抓了 你当时你把拉出去可以理解 你给人拘留了算怎么回事 对不对 你这个拘留 你当地的警方 你这个姿势什么姿势 贵子 贵了 你是警察呀 你是保安哪 你是维护现场秩序呀 你不是租借阿三哪 这话他加了引号的 加了引号 但是这话说的稍稍有点重 我估计维护当地治安的 有关方面的人是不爱听到这种言论 司马南表示 这是他的言论 不是司马南的言论 司马南想说的是这种扰量公共秩序 这个说法成立不成立 咱们可不可以讨论一下呢 这个女子 你说她扰乱展会秩序 这是一种说法 但是如果这个女子的律师说 她是在特斯拉的展台 特斯拉的展台 是特斯拉这个企业 在展会上租用的 那 这是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她扰乱了特斯拉的 秩序呢 如果是扰乱了特斯拉的秩序 从法律上来说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该女子和特斯拉有了冲突 而冲突的本质 是民事行为 民事行为需要不需要行政干预呢 这个法律工作思维比较缜密 对吧 你看看美国警方 美国也有特斯拉司令 驾驶司令 出事的这种事 美国警方怎么做的 美国警方的判断第一 刹车适应 严重危害 公共安全 所以警方不是把 惊魂未定的 这车主给抓起来 而是去搜查特斯拉 咱们不是讲接轨 讲了很多年了吗 这件事情上 展会举办当地的警方 你们为什么就不接轨呀 这个女孩 这个T恤上印了几个字 叫刹车适灵 他戴着口罩 维权 大喊 刹车适灵 如果你说我不是那种人 我不会去喊的 你想想 你刚刚刹车适灵出事了 惊魂未定啊 而且特斯拉不能够接受你提出的要求 特斯拉说这事没有妥协余地 你就这么横 为什么呀 因为电打气客 这事就是昨天的消息 昨天4月19号 2021年的车展 特斯拉展台 出现这种维权的事件 这个画面比较刺激 好多人看这个画面就是受刺激了 我的一个朋友说 那你看看 把这女的低落起来了 胳膊腿低落起来 然后脑子冲下 你这么低落合适吗 我说你也不能这么说 那你不低落怎么办呢 他在那喊叫 他这个展会没法进行下去 那没法进行下去 你就把人这边低落的胳膊 这边低落的腿 然后就给吊起来 这合适吗 这种事情 我倾向于认为 这是个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 它涉及到生命安全 但是本质上还是一个 还是个民事责任问题 这一件事不宜做过分的解读 但是特斯拉这个车呢 你这个有驾驶失灵这个毛病 确实是需要改一改 对不对 你说特斯拉 这这女车主维权 你大闹 你被拖走 这个特斯拉你也是 你说你别的地方出点毛病 比如说你拨着摇不下来啊 对吧 什么地方漏油 天 特斯拉没有 你别的地方有点麻烦 你驱兵连杆结构 那个地方有点嘎啦嘎啦响啊 这都在可以理解的范围 真你不能一出毛病就刹车失灵 什么东西失灵 刹车不能失灵 你动不动就刹车失灵 中国刹车失灵 美国刹车失灵 别的地方也刹车失灵 咱换个地方出毛病 就问你一个字 中不中 哎 这就对了 特斯拉如果说个中 那事就好了 现在的麻烦在于 特斯拉电打其客 特斯拉就不说中 就不跟你说 就跟武汉有个女作家 把脸一绷 我造谣我也不认错 我撒谎我也不认错 我给祖国抹黑 祖国蒙羞 我也不认错 绷着个小脸 我就不认错 你能把我咋地 我就不变脸 那这事 特斯拉是不对的 武汉那个女作家因此呢 而给自己惹了一些麻烦 遭到网友的唾弃 也是理所当然的 过去前段时间 特斯拉呢 因为涉及到 是个泄密问题啊 涉及到泄密问题 有人有人这个 写了一些文章 我记得我有一次 专门做了一期节目 讲到特斯拉呀 它可能会涉及到 国家安全问题 什么个人信息问题啊 城市安全问题啊 等等等等 后来奇怪呀 这期节目没了 我问隔壁王奶奶 老太太 我那期讲特斯拉 泄密的内容 怎么没了 隔壁王奶奶一脸懵啊 她不知道啊 她不能够啊 那期节目就哪去了 哪去了不知道 到现在为止 不知道 我们知道的就是 这个姑娘 她自己惊魂 我们没定跑到那个车展上去喊 特斯拉刹车失灵 好好家伙 抢行带离现场 带离现场 然后还给拘留了 拘留过程当中 中间有肢体冲突了 肢体冲突现场有人喊 打人了 打人了 打人倒是真没打 但是呢 滴落着这个人 把这个人呢 你看 司马南你横过来 这边滴了胳膊 这边滴了腿 然后你这么低了着 至少不雅 那么多人吗 你不一定要用这种画面 这种画面看上去不舒服 知道吧 特斯拉这件事 2021年以来 这不是第一次维权了 这不是第一次 所以呢 隔壁王南经常说 有一有二 没有有三有四的 再一再二 你不能再三再四 你反复这样做 你突破别人的心理欲值了 欲啊 是门子里边加个货者的货 这是专有的心理学名词 以前有什么事啊 以前我记得三月份吧 三月几号 记不清了 在河南 河南也是 有个女子坐在 特斯拉的车顶围权 那一段视频 你找出来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个视频中 这女子用白布黑字 写的也是几个字 刹车失灵 特斯拉刹车失灵 是吧 河南吗 河南女子 特斯拉刹车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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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叭里边就在那播放 特斯拉刹车失灵 特斯拉刹车失灵 连这车不中啊 你怎么能刹车失灵呢 你什么事都可以 你就是不能刹车失灵 刹车失灵 引发交通事故 现场播放录音 这河南的事 结果又过了几天 又过了时间 又有媒体相继报道 说 国际旅游岛啊 海南海口啊 还有呢 鲁迅的老家呀 浙江绍兴啊 都有特斯拉 都是刹车失灵 最后发生交通事故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特斯拉要你 谁都得维权呀 对不对 除了这事以外 特斯拉在国外 也屡屡爆出这种 刹车失灵的事故 特斯拉 你这个 宋丹丹 小品有句话 我觉得特斯拉 这个企业 你这么大的实力 对不对 上天入地的事 你都能干 你干嘛就刹车失灵啊 宋丹丹说了 别人唱歌要钱 他唱歌要命 别人买你的车 是看你的广告宣传 说车好啊 新鲜啊 铃啊 两个大翅膀 呜就飞起来了 那大玻璃窗 那大显示屏 没想到 被你吊过了 吊起来了胃口 买了你的车之后 你跟他玩 刹车失灵 美国纽约有一张报纸 不是纽约时报 纽约什么报了 报道 说在美国 也是这两天的事 这两天就是 就是就是 今天4月20号 4月17号 美国德克萨斯的 高速公路上 一辆特斯拉 行驶期间 撞树 撞树了 当场 两名美国公民就 命丧皇权 叫车就着了 着了之后 只剩下一个骨架 只剩下一个车架子 有人呢 网友里边 什么人都有啊 在那里面说说 哎呀 特斯拉质量还真好 烧完了以后 还剩个骨架 另外一个人 在那念阳说 哎哟 人家 人家活葬场的人 不高兴了 人家和练人炉 效果更好 练完了以后 还剩骨渣了 要不然 这个人往回拿什么 我必须说 这种情绪化的言论 都不是司马南言论 我是不同意 他们这么说的 但是特斯拉给 消费者 所带来的伤害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而且呢 世界范围之内 中国世界范围之内 但是美国和中国 这事儿最多 为什么 因为特斯拉呀 中国是特斯拉 仅次于美国的 最大的市场 2020年 这个公司的 四分之一以上的销售 在中国 所以 特斯拉现在在中国 已经成为主流车型了 对不对 有一个叫什么车型 我记不住 我对这个车说不清楚 2020年 就是一款车型 在中国就卖了 差不多14万辆 中国 用这个车 是因为这车很拉风啊 很爽啊 而且你不断的 你不断的往下降价 老百姓觉得 这买的很好呀 可是 你这个东西 它不断的出现 刹车失灵事故 这种东西 又不能避免一下吗 从逻辑上来说 一个新事物 自动驾驶 出事故难免 关键 我认为 是特斯拉的态度 特斯拉出来炫呢 经常出来炫 什么事都出来炫一遍 那你态度好点不行了 对不对 你 你 你说 你 你光说 说好话 你就不会说 你 采取一种 把脸一捧 就不认错的态度 你不认错 结果是什么呀 不认错的结果 是股市上 发现出来了吧 最新最新 昨天 特斯拉 跌了6% 超过6% 每价跌破 700美元关口啊 昨天开盘 特斯拉 哗 就跌了5% 最后 跌了6% 最后超过6% 股价跌破 700美元的关口 最近 特斯拉的事情不少 最典型的就是 一个是美国德克萨斯中的 两个男子都撞死了 刹车失灵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上海 昨天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可能引发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我觉得再买特斯拉 可能要小心一点 我做过两次特斯拉 一次是在横秦 我那次跟一个 跟一个特有名的一个学者 到那 他特有名 不是 我有特有名 他特有名 以至于走到之处 都是他的光辉 我在旁边都被淹没了 但是 我下去做了特斯拉 特斯拉 自动驾驶 给我展现自动驾驶 我觉得很神奇 因为那时候网络听说过 刹车失灵这事 还有一次我在北京 有一个女律师 开着特斯拉 就是大翅膀 大翅膀飞起来 然后呢 大那个天窗 前面大显示屏 看着特高达上 就是那个女律师给我展示的 我做过两次 这两次呢 都玩得很爽 自动驾驶 该找司马南命大 那两次如果撞树了之后 我也 那我也烧得只剩骨架了 对吧 但是机灭状数啊 他也没翻钩 我也不存在惊魂未定 但是如果要有人说 司马南 你有摇号摇着了 现在特斯拉价格很便宜 请问老头你买还是不买呢 不买不买 我不买 谁说也不买 因为啥 因为你不靠谱啊 特斯拉科技先进 特斯拉呢 有很强的创新能力 特斯拉呢 在中国得到了最优惠的地方政策 特斯拉呢 现在在和中国的新能源车的 比较当中的一马当先 一路绝尘 这都是你们的优势 扩大改革开放 中国政府的决心坚定 中国呢 有全球性的事业 真心实意 希望你们在这好好做 但是你老给别人玩的 就是心跳不行 你动不动就撞树不行啊 对不对 刹车失灵的事 我就问特斯拉 你能不能解决一下 问你 种还是不种 感谢观看 下期见